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志愿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讲授的内容 是数学逻辑课程中 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与应用单元下的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步骤一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谈到第一个部分是 组合电路设计的方法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利用一个BCD码的征错器作为实例 去讲解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Part A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步骤一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谈到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方法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架构 第一个步骤 我们会先分析体液跟假设变数 当体液跟变数都做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列出真值表 真值表列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真值表变成布林代数式 那布林代数式必须经过化解 那我们有两种方式化解 一个是布林代数的化解 另外一个是卡诺图的化解 那这两个只要折一就可以 因为这两个做出来结果会是相同的 接下来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方法 根据刚才的架构 我们把最简布林代数式找出来之后 最后呢 我们再将逻辑电路图画出来 即可完成 第二个部分 我们谈BCD码的侦挫器 功能要求 第一个 当电路侦测到非BCD码输入时 我们输出为1 如果当电路侦测到BCD码输入时 输出为0 接下来我们根据功能要求 写出真值表 首先我们先看到00000 因为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为0 第二个0001 它也是BCD码 所以输出0 0010 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0 0011 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0 0100 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0 0101 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0 01110 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0 0111 它是BCD码 所以输出0 1000 realmente 12110 因为它不是BCD码 所以输出1 1011 它也不是BCD码 所以输出1 1100 它不是BCD码 所以输出1 1100 它不是BCD码 所以输出1 1110它不是BCD码 所以输出1 1111它也不是BCD码 所以输出1 接下来我们根据真指表写出布林代数式 所以我们先找1的部分 1的部分有1010 1011 跟1100 1101 1110 跟111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它等于M10加M11加M12加M13加M14加M15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式子写成Sigma的式子 我们就会发现它等于Sigma的10 11 12 13 14 15 接下来我们找0的部分 如果用0来看 所以是0000为0 00001也为0 0010为0 0011为0 所以我们知道它会等于M0 & M1 & M2 & M3 & M4 & M5 & M6 & M7 & M8 & M9 所以我们再将这个式子写成π的式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等于π的0123 4 5 6 7 8 9 接下来我们填入卡诺图 我们先把正值表的上半步填进去 所以 0000为0 填入0 接下来 00001为0 填入0 0010为0 填入0 记得这个地方必须要跳一个位 希望同学不要弄错 接下来0011填入0 接下来0100填入0 0101填入0 0110填入0 0111也填入0 接下来看正值表的下半步 1000填入0 那这个地方必须要跳行 所以请同学注意一下 1001填入0 1010填入1 1011填入1 1100填入1 110填入1 1110填入1 最后一个1111填入1 接下来我们进行卡诺图画简 我们首先用圈1的方式 就看到第一个圈 圈了四个1 往上看 看到0001 1110 所以 B1B0可以消掉 接下来往左看 B3B2 只看到11 所以这个不能消 接下来我们看到绿色的圈 绿色的圈往左看 对B2而言看到1跟0 所以B2可以消掉 那这个圈呢 往上看 对B0而言看到1跟0 所以B0也可以消掉 所以最后我们看出来的结果 输出Y 就会等于B3N的B2 Or B3N的B1 接下来我们看圈0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圈 我们把八个0圈在一起 所以这八个0 往左边看 对B2而言看到0跟1 所以可以消掉 往上看 看到0001 1110 所以对B1B0而言 消掉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上下两个 一共四个0可以把圈在一起 所以这个圈往左边看 对B3而言看到0跟1 所以B3消掉 那这个圈往上看 对B0而言看到0跟1 所以B0也可以消掉 所以最终的结果 Y等于B3N的括号 B2Or B1 接下来我们要汇出逻辑电路图 我们把刚才的布林代数式写出来 Y等于B3N的B2 Or B3N的B1 所以我们可以汇出逻辑电路图 那左边是 照着上面的布林代数式 画出来的逻辑电路图 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个Or杂 利用之前所教过的基础层转换 我们把这一层呢 换成一个 距反向输入的反击杂 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你从右边可以看到 它会变成一个 三个杂门都是反击杂 所组成的一个逻辑电路 那这样子就可以简化 我们的制作成本 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Y等于B3N的B2 Or B3N的B1 如果我们把B3提出来之后 就会得到B3N的括号 B2Or B1 那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圈灵的时候 做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把画出逻辑电路图 你先看左边 它就是B2跟B1 先做Or之后再去跟B3做And 那我们用刚才的道理 我们把基数层去转换 所以这个And杂可以变成 右边的距反向输入的Nor杂 所以上面那个 我们把反向器用Nor来做 等于把两个输入端接在一起 就会是一个反向器 下面这个呢加一个圈圈 所以右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 全部是用Nor杂做出来的电路 这样子也可以节省成本 所以根据刚才这两个 我们可以用Nand去做 也可以用Nor去做 所以之前也讲过说 Nand跟Nor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万用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请同学回家做一下 某一个公司 其股东一共有四个人 分别以A B C 租来代表 每一个人拥有公司的股份 分别为A是占40% B是占30% C是占20% 租是占10% 那如果遇到公司有重要决策的时候 则以过函 函的意思就是说 大于等于60%的股份为赞成 如果低于呢 也就是小于等于60%的股份为反对 那请你设计这一个表决电路 那请同学回家试试看 完成刚才的学习 我们来做以下几点的结论 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方法 那在这方法里面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根据提议 我们去分析提议 然后并假设它的变数 那根据这个变数呢 我们设计出它的真值表 再从真值表里面找到布林代数式 接下来进行化检 那化检可以分成布林定理的化检 跟卡诺图的化检 两个只要折一即可 最后再画出逻辑电路图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利用一个BCD码侦措器 去完成这样的设计 去run这样的设计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守堵